音乐 生活 流行 都在一同开麦啦 中央新闻网 一同开麦啦 我是王凯 我是Win 还有 我是孙董 没错 孙董也来了 今天又是三姑时间 因为这个暑假到了 是 快到了 对 学生的 下个礼拜就要到了 学生的毕业旅行 对 也来了 所以今天要来聊聊的就是 跟旅行有关系的事情 上礼拜有跟大家就是预告过 这个礼拜我们就是要来聊跟旅行相关 因为呢 其实在这个节目现场 就是一位是刚刚旅行完 对 然后对面两位是 准备要起乘的那种 对 对 所以呢 在那牛棚区啦 对 在牛棚区 所以今天刚好来聊这个 也是算是蛮适合的 是 然后呢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 是什么呢 什么呢 我们要来聊的这个主题是 你到底是随性派的旅行 还是计划派的旅行 我呢 计划派 真的假的 加随性 我觉得 我呢 是随性派 加计划性 什么东西 顺序不一样 顺序不一样 比例不一样 对 好比说假设如果 有人跟我说 这个行程给你安排 那可能我们旅行是两个月后 那我第一个月我什么都不会做 拖延症的概念 对 我会拖延症 可是到剩一个月的时候 我会毛起来开始做 所以还是会规划吗 是会 所以其实你们还是偏向于要规划的 是这样吗 会 需要 需要规划 那你的规划派加随性派是什么 什么一个随性法 就是呢 我会规划好 我可能去哪些景点 然后 但是实际上到那一天 那些景点不一定要按照我的规划走 我可以突然改变 这个是我的随性 我觉得我是计划派 但是我跟孙德文有点类似的点是 我可以接受有些点没去到 但有些点我一定要去 就是你在你的那个行程表上面 你列了十项 你可能有大概五项是 你一定一定要去 但有五项是可以 哦 你不适合去 那就算了 就不去了 对 是可以这样的 那一定要去的话 如果去不成 会怎么办呢 是什么原因去不成 是我的女伴不想去 还是怎么样 如果好 如果分两种 一种是 好 旅伴不想去呢 那我就跟他说 我们先分头行动 因为我真的很想去 我会先说服他 我觉得还蛮聪明的 我会先说服他 说服不了 我就说 那我自己去 我先自己去 那你看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 你要去哪里玩得出来 对对对 你要去哪里玩得出来 那他给你一个态度说 我不要啊 蛤 我不要 不要是指说 他不要跟我去 还是 我不要分头行动 不要分头行动 但他也不要你去 你原本要去的那个 他也没有想跟你去 然后回来就不会是朋友了 我就这一次就不会去 友谊的小船 说翻 又翻 但我应该下一次就不会跟他一起出国 对啊 的确很多人都会说就是在那个旅行的时候就会见真章 常看心意的人 而且我听到一句话 请说 就是呢 你在旅行的前中后你就会觉得说 我以为我们很好 我以为我们很好 我以为我们是好可怕的一句话 我以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你却因为你的旅行的一些执着 把我们的友谊小船打翻了 就是打翻了 说翻就翻 但你看我们如果是大学同学四年的感情就这样没了 对啊 就因为一趟旅行 一趟旅行 好可怕哦 所以总言之的简洁就是 我以为我们很好 但其实一趟旅行就可以说翻就翻 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严重 但是说到我自己 我自己应该算是 怎么讲 我觉得可能跟孙董比较像 但是我的那个不计划的程度可能比孙董再更高 随心所欲的程度比你再更高一点 我觉得凯凯是缺一个很有规划的人 可是我觉得你不需要 我不需要啊 不 我的意思是假设如果我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 我带着你走啊 是啊 因为我觉得他会愿意跟 我是会愿意跟没错了 但是那矫程不能太长 不要一直走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如果我有一些规划的话 我觉得凯凯是一个会愿意跟着我走的人 应该算是 除非他有些执着 好比说一定要每天在那个机场瀑布拍照的话 就是绕不开这个点 这个友谊小船刚刚差点就翻了 这个点就是三个礼拜的节目过去了 这点还绕不出来 还跟我一样还在那个机场里面 好像凯凯现在还在那个机场里 还在啊 她还在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在发那个机场里面的照片 每天地打卡 很漂亮 对打到现在还在打卡 可以可以 好啦那这网路上面其实也有人整理出了就是 关于你们两位这种类型 就是你们会去规划行程的人 是 的心酸血类的一些地类 这一定很心酸 心酸血类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心酸血类 OK 从第一个开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会受不了呢 第一个是逼问行程的细节和进度 就是可能在还没有出去完之前就已经开始造三餐 在问你说那我们要住哪里 我们要住哪里 我们要吃什么 我们交通要怎么弄 这个会很烦吗 哇 你先说 而且可能是同一个问题要回答十几遍 那我觉得啦就是如果你有先规划好然后呢列好表给他看 给大家看 给你的旅办看 你说你就列好再问一次你丢一次给他 对 但是如果他 聪明 对啊这样就省了省得还要回答他的这些问题 对耶 我的部分如果他就是真的跟我们说我随意就是他随意的话 那我会在行程前开一个行程说明会 什么以为啊 哇塞 好烟 好可怕 吴怡轩旅行社 是 就是我的那个表格会一直存在 但是我们行程前我会说好大家都看过一遍哦 那都确认没问题哦 那如果我们去你有孕言那是你的问题 但我觉得人就是健忘 对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因为我也都遇过这些问题你知道吗 哦 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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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有关系有关系 到当地之后 对啊 没关系要说有关系 这是人格分裂吗 我跟你讲第二点就是 什么 大家最怕的了 事前询问都说没意见 事后回来开始抱怨 哦这个 我为什么要去这里啦 孙董排队有够无聊的 每天都在那边逛街聊天 这个住宿的地方是怎么办啊 怎么这么张啊 对啊 餐厅不好吃啊干嘛吃这里 还那么贵谁找的啊 为什么还要排队啊 对没错 怎么那么爱排队 没错 而且重点是呢我觉得 这种可能还不是最生气 最生气的那种是怎样 你在行前的时候都已经跟他讨论过了 演男人还看过了 他说好好好这里我想去 然后最后在那边跟你讲说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这很烦吧 这会翻个白眼翻三圈 我跟你说好像男生女生混合一起去旅行 好像也会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男生女生喜欢逛的东西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或是个性 有人可能就喜欢逛街的人就喜欢景点类的 然后呢有一次我就去日本旅行 然后刚好遇到就是六个人 他们是有男有女 他们就是去一个观光景点 然后呢女生就走上去喔 男生就走很慢 我就听到男生们在抱怨说 走那么快干嘛 没有 他说女生们就是爱拍照 这个地方超无聊 哇塞 但他没有当着那女生的面前讲 但是这个就是友谊小船也是很容易翻 女生已经上去了 男生在下面等 我觉得不要讲出来也还好 不要影响旅行的气氛就好 就是不要互相影响 但是你就已经想在心里了 他们男生心动力已经 那我就玩我的也要管他去 我觉得这个就是心里就已经有疙瘩了耶 有一点点 至少不要影响到我整个旅行的心情就好 我也觉得 我就觉得你的旅行中就在抱怨 那其实很累 真的 你好不容易可以出去好好休息 所以一个人出去真的还蛮不错的 对你可以随心所欲 所以我就想说那几个男生一定是随性派 对我觉得 而且我跟你讲 他们一定是那种自己也不想做功课的类型 对对对 然后去了他就说怎么那么无聊 对对对对 那我就要放剩他们了 那我就要放剩他们了 真的 好 接下来第三点是 意见不一样 但是呢 不会互相浪布 这很出事耶 这真的会吵起来 这会吵起来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应该要看就是 你们就是彼此之间的个性 我也觉得 就是如果大件 就是两方都是那种比较冲的个性 那种你们可能会在国外的街头 会有警察来关心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 有需要帮忙吗 但我觉得其实 愿意吵 我觉得愿意吵起来的还是真朋友 有些是不想要撕破脸 冷战 冷战还是最可怕的 对冷战 你想想 两个人都不讲话 然后就待在同个地点 就待了20分钟 可以都不要发生了 而且这样很尴尬耶 对啊 所以我的感觉是 是不是出去玩不要说太多人 如果自由行的话 要不然是跟团 还是你觉得不一定 我真的是觉得自由行 自由行 好啊 只能说旅游真的是考验 我觉得就是慎选耶 就是慎选旅伴耶 可是我觉得很难做到 真的慎选这件事情 也真的选不出来 很难选对不对 就好比说我们今天是朋友的时候 我也不懂 孙懂 就我以为你ok 我以为你ok 但去 对 他就像一个惊喜包 对 惊喜包 难怪 之前有人说 当然不是朋友 情侣 要结婚之前 要先一起出去旅行 对 旅行的意义 对 旅行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 就是不管吃喝玩乐 然后 不管是什么卫生 晚上休息 睡觉 然后干嘛 收行李 或是面对那个突发状况 处理的时候 处理方式 有很多人就是说 在那个旅行的时候 尤其是流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另一半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的另一半 对于 遇到一件突发的 紧急的事情的时候 他面对那一件事情 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比如说他是 危机处理 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 还不错啊 其实在结婚前 有这样一个测试 也是还蛮不错的 我也觉得 一定要出去一趟 一定要出去一趟 真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真的是很重要 很可怕 没错 好第四点 这是 我觉得 对大家来说 都还是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 预算的部分 哇 我觉得 我的意见 出去玩 就不要想钱 真的 真的 不然就不要出国 没错 我觉得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知道 那时候出国的时候 你真的是一踏到那个机场 你还不用飞出去 你在桃园机场的时候 就花钱了 突然就会觉得说 一餐那个 就是机场里面的那个 美食街 三百块 三百块 就三百块吧 本场八十五块 我就在那边心痛的人 总之就是出国 你能用钱买到的东西 或你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都是简单的事情 没差真的 这没关系 反正就是久久出去玩一次而已 这个还可以了 对啊 不过 也可以就是 你知道那个朋友 他的 他的预算在哪里 你就挑那个朋友去 但其实 我有点了解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也看不太出来 就是 因为我在国内消费 跟我在国外消费 是两回事情 就好比说 我在国内 我是一个很省吃解用的人 可是我在国外 我就想去吃那种 还高级餐厅什么的 就是我难度就出国了 我就是想去尝当地 这是最重要的一些餐厅 或是最知名的 但你们在讨论行程的时候 应该会知道吧 就是比如说这个景点 要花多少钱 那他可能看了下菜单 然后他就会发现说 这预算有点超出他的范围 我跟你说 我觉得好的是会看 但重点就是 会有我们刚刚说的那种 代表你是一个很会规划的人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我们有些 像我的水益派 就会有一天 可能是什么 晚餐是我们可能在那一条街吃 随意的 那条街可以有很便宜的 也很贵的 没错 对 大概是这个逻辑 所以就会变成说 你也抓不准说 那个预算到底在哪 但我好奇 如果假设你朋友 是真的很想去吃那一餐 那个高级料理 可是那一餐可能要价 不菲 台币至少3000块 你们两个会去吗 你是说两个人加起来3000 一人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3000 一个人3000 你们会愿意进去吗 如果是高登拉姆 第一日厨房 我就去 好 好 这个例外 換你 你会去吗 我觉得看去哪个国家 欧美的话 欧美一定要 欧美我接受 那日本咧 日本如果是很高级饭店定食 或是寿司 欧美咖啡 那我好奇 假设如果 那可以啦 假设如果你们真的 就是真的过不去那一关 或是你真的预算就没那么多 那你会怎么跟她说 欧美不及 可是你觉得 跟她是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说 就吃那一餐 然后其他天后 我就先缓缓了 你今天最贵的就是这一餐吗 对 其他可能就 哦 seven鲜饼饼饼饼 或是seven饭团 那就这餐而已哦 其他的我自己出的 对 但其实我觉得你们算是 蛮好的女伴 假设今天是我 他在我的预算之外 我会很诚实跟他讲说 你会拒绝是不是 对 我会不要吃别的 这个有机会 真的有点没办法 我觉得还是要看 那个料理我喜不喜欢 我也是觉得 如果他值得到我 我好喜欢 然后我就 就像高登拉姆路 我就想 到底有多少 吃地域厨房 我好想看那个肉 到底是不是 完美的肉 好啦 可以啦 可以啦 这题给过了 好啦 後面还有四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 禁广告 回到中港新闻网 一同开麦啦 我是王凯 旁边还有 好 没错 今天又是三姑时间了 而且呢 只此佳节 没有啦 就到了 快到七月了嘛 然后很多人应该就是 要毕业的毕业 要放假的放假 然后应该有不少人 都要出去旅行了 耶 所以现在我们在聊的 就是一些 旅行上的一些地雷拜 刚刚前面聊了四点 不管跟钱啊 或是跟什么排行程 都有相关的 嗯 接下来呢 来到了第五点 是什么呢 就是 也是跟钱有关 哎呦 就是 因为很多人都是自由行嘛 一群人一起出去嘛 但是 该付的钱 一拖再拖 哦 拖到回国了 还在拖 欸 对 还真的有这种人 哎呀 我没遇过 但我的朋友还真遇过这样的人 有些人 就是 看着你 会忘记这件事情 啊 故意的 你先附 你先附 你也忘记跟他讨 对 你只要忘记跟他讨 他就也不恢复 对 如果你跟他讨 他也看心情恢复 哦 那这样子 可以从平常观察到吗 这个不好说 我觉得不好说 但可能可以 对啊 这个还比较有机会 我有听过一个 最通用的解释 他就是说 哦 他没有看到讯息 没有看到讯息 哦 我太忙了 一直忘记转金 但最后我还是要转哦 这样 可能过了一个一个月 两个月 但就是会很不爽 那种就是 timoci 我觉得钱真的是 要讲清楚啦 那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解法 有 什么解法 共用基金 怎么说 你是说 先大家收一笔班费 那种感觉吗 但我的 我的讲法 也蛮危险 但我的讲法会说 因为我们两个出去 吃饭一定都是对分 都是AA分 那其实这样子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钱 放在一个共用基金里面 那也不会怎么样啊 等于说我们用这笔钱 直接付 也不会那边算钱 算老半天 因为在外面你也不知道 币值是多少 那你直接都给他嘛 那等于说你要记账 就说你们要花多少 到时候回来再细算 对 就有一个主要的付钱的人 但他付钱的是 你们的基金 大家的 大家的基金 就先从那一个 共用基金先付出去 就算他未来 他不想要认真算或怎么样 至少也没有 亏太多 就会 发还给大家 发还啊 只有退税啊 退税的概念 这个很聪明 而且我真的很推荐大家 一定要用Google试算表 可以把你 花的钱赶快都列上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在当下 付钱的当下 你就赶快先填上去 而且现在有LINE群組 有一个功能 叫做邀请转账 是这个吗 它是可以大家分帐 你出了多少 你就寄出来 然后呢 而且他还可以指定 谁 有 共同用这个资金 哦 就是 催大家一定要把钱付掉 然后他还会帮你结算 哦 真好耶 而且我觉得一再讲好的原因 是因为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有些人会觉得 有些人会觉得 我很好客 我先帮你们付这个 就是我来付 有些人就会理当觉得说 你是要请我吃饭 哦对 这是什么坏朋友 你确会有这种人 没错 真的 人都会白白走 真的 好 好 接下来呢 第六点 是擅自更改行程也不觉得抱歉 就是他突然间想跟你说 我今天就是不想去这里 我今天就不想去你安排的 我们去个别的 我觉得你安排的那个 我后来看你看 我觉得不好啦 我觉得不喜欢啦 我觉得路线完全不对啦 不行啦 那个地方都不行啊 太远了 好无聊 你那昨天去过类似的 那什么 买衣服的店 你今天又要去一样的 我这个 这个我还好 我如果是我 因为假如说我设定的那个景点 可能我有预约了 那我觉得我就会坚持到底 因为已经预约了 没办法改 但是假设那个景点 是一个公共场所 一个古迹 你要去不去都可以的 就算了 就算了 我觉得我是Kimoji的问题 我也是Kimoji的问题 我会不爽 但不一定会讲出来 就会不爽在心里 我觉得除非他说服我 为什么要改去那边 如果我觉得合理 我会改 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很合理的答案 可以 那如果你说服不了我的话 那我们还是 好严重 去原本规划的地方 我们规划是12345 为什么你要给我154这样 好可怕 我跟你讲 那就是Kimoji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问题 虽然最后可能 都会达到一样的目的 但是那就是Kimoji 没送的问题 没错 好吧 好 接下来的第七点 这个更大条了 这条叫做 临时爽约 爽约 如果出国爽约会很好笑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我懂什么意思 好比说 假设今天我们 三个人要一起出国好了 好我们都 都已经弄好咯 没有 有时候会讲 就好比说我们机票 还没订 因为想说 要等一下更便宜的 因为有时候不是会 机票是浮动的 浮动的价格 这边我就说 那我先来付 就是先来订饭店 那我订三个人 那你们都是好 对不对 然后突然间 因为机票是要每个人自己付 才会有铝屏线 是的 尤其他不是信用卡 都会有 附带一些保险在里面 对 然后这个时候 Kimoji跑出来 他会说 一圈一圈不好意思 因为我怎样怎样 我后来觉得我还是先取消好了 但是我的饭店已经定好了 然后他就说他不付机票 就不付机票 因为我也没有损失 因为他也还没付钱 那他要不要付那个 三个人饭店的钱 我觉得他要 我觉得应该要吧 而且他也不是说什么 马上一开始跟你讲 他是到那个 紧要关头 紧要关头的时候 天啊 就说抱歉我去不了 我知道了 以后就是跟大家 那个自由行的时候 先收定金 没有 所以我听到这个例子之后 我就回我朋友说 那你以后要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先买机票之后 再去订饭店 反正饭店最晚一点 你如果没有先订机票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 对 我的这个行程不会加你一个 哦 那利好flag 防范那个就是到最后一刻不去了 那如果他订了机票还不去 那他有问题 那就算了吧 那就算了吧 我就当我踩雷了 那就算了吧 那他真有钱 我记得退机票的钱也不便宜 要看时间 要看时间 那我记得也不便宜 好 第八点 这个也是 我应该会 也还好我不会不爽 但要看状况 突然加入不熟的朋友 我觉得台湾就还好 我觉得在国内还好 国外吗 国外就 我觉得国外很怪 对国外有点怪 我跟你讲 我曾经真的遇过 但不是国外 就是那时候我们的东西有点好 好比就是我们三个人 然后呢 到了时候发现 加持多带了一个他的朋友 然后他就会说 哦这个是什么 我的朋友 我的谁谁谁 那我们 他一直就是我们一起玩 整个超尬 我会说整个超尬 应该说 他没有临时 他没有先事前讲 没有打打呼 那我可能原本 跟你们久久了一句 我就算可能聊一下 我自己的私人的事情 私密的事情 有外人在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对 那他突然间出现 我就会很慌 除非他是一个 我觉得 除非他是一个 社交能量也很够的 可以很快的让彼此融入彼此 那当然OK 他又敢来 我是觉得他要当那个角色 对对对 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 我要看状况就是这个点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可以很快速的融入 我们这个群体 然后并且是让大家觉得舒服的状况之下 那就没差 我觉得其实很OK 我反而会觉得多认识一个朋友 对 多认识一个朋友其实是好吃 那如果他是在你这一群里面超挨 然后又不爱讲话 又爱听 你说羞羞 把那个帽T拉到只是鼻子那一种 就是如果你带一个阿肺肺 或是带一个羞羞 我都会觉得有点怪怪 那如果带一个阿牧呢 阿牧喔 I like your hair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真的很漂亮耶 对阿你头发在哪里做的阿 这个我也不太行 蛤 所以那 哇你好多喔 那如果用脑筋矩转弯里面的角色来形容的话 是哪一个的话 突然加入才OK 乐乐 我觉得是乐乐 喔对 那悠悠呢 悠悠就是爱到爆炸的不是吗 但我觉得如果悠悠 好比说他听完我的意见 然后给予我一些想法 正面回馈 其实好像可以耶 悠悠不会给正面回馈 不会吗 他会有点小负面 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觉得 对不行悠悠不行 乐乐乐 如果还是我不得熟的话 我现在还是先不要 那我还好耶 我觉得可能 就是要看 那个旅行是去几天 比如说一天的话 然后他突然蹦出来没差 如果是三天两夜 我可能觉得还好 但你如果是说那种很长的 奥劫十天 拜托不要 我觉得蹦出来真的是个惊喜包 而且这个惊喜包就是他有可能很好 但他又可能很雷 所以三天两夜可能就是我极限了 那我又好奇一件事情 你们可以接受 那个就是你们的朋友 带着自己的另外一班 跟你们一起出国 如果提前讲OK 你不要给我到最后 我们都排好的最后 然后说我想要带我女朋友 我想带我男朋友一起去 但我跟你说问题来咯 会吵架是不是 好比说你们的行程都已经看好 他的女朋友都没 就是有意见也不敢 就是有意见也不敢讲出来 因为就是跟你都不认识 那就不要讲啊 那就不要讲啊 可是他会跟他男朋友讲 或跟他女朋友讲 滚啦 我 该怎么办 I don't care 但你不会讲出来 但你不会讲出来那就不断 对啊 我觉得不要影响我就好 你要嘛你就讲出来 OK 他自己问在心里是他难受 不是我 而且难受的是他男朋友 不是我的问题 对 我玩我的 So easy 就是我觉得你要讲 你要有意见可以 你就讲出来 那如果你不敢讲 或你不想讲 或是你又顾虑很多 那就是你的问题 和你男朋友的问题 那因为我觉得那是因为你们 之间没有想打到你的沟通 没有沟通好 对 所以就很麻烦 那再也尬 假设他们情侣之间吵架了 你们该如何解决 一团 我也不会管 我也不会管 因为我曾经遇过 就让他放着 我曾经遇过 他们在吵架人在 然后我跟我朋友 两个人尬 好啦 这个回到现实面 如果真的遇到这个状况 然后如果你们那一团够大 拜托那个男生 兄弟就先把那个男生带走 然后姐妹们 拜托有一个女生 或怎么样 安慰一下 去带那个女生 陪那个女生两天 拜托 我好累 真的没办法 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 也只能这样处理 就是各自带开 然后再来就是晚上的时候 小酌一下 你说把事情解开 需要一点 等一下 酒精吗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外男18岁 不要喝酒 那我打断一下 等于说我们的旅行 变成一个调节会 好烦喔 旅行变成调节会 好啦 算了啦 那个情侣不要跟我们去旅行 好麻烦喔 好下一个下一个 以上就是这八点 那也就是今天节目当中 好了 没了没了 好啦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要怎么样 可以有一个完美的这样的自由行 然后并且回来之后不会绝交 真的很重要的 应该就是沟通 沟通很沟 沟通很沟 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 你们有矛盾的话 可以旅行结束后再回来讲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冷静的讲 对冷静冷静的讲 有些就是不要讲 有些真的太 我觉得你自己私人的 你就放在心里 你就放在心里中就好了 真的 好啦祝福大家在这个 这旅行怎么好沉重喔 我是觉得 这个旅行季节都可以好好旅行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所以呢 我们要把危机化为转机 就是如果遇到那种很雷的事情 你就把它当成笑话 要转念啦 要转念啦 不是不是 要唱一下阿南摩阿弥陀佛 你就回来就笑笑他就好了 哎呦 突然发觉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行 真是一件 蛮快乐的 还蛮快乐的事情 那就是会一点小孤单 然后一点小危险 对小危险倒是真的啊 好啦希望大家都能有 那个很美好的旅程 然后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 快快乐的出门 平平安安的回家 也祝福我前面这两位 即将要各自出国的 有很美好的旅程 谢谢你 谢谢孙董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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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